全國狂課中華隊在12強比賽中拿下冠軍 全總統有意將500塊紙抄上的圖樣 改成中華隊員 昨天外星德總統在接近的時候呢 特別請現場的朋友呢 拿出500塊的鈔票 未來有機會呢 將鈔票改版成台灣英雄 本來500元紙抄上是南王國小少棒隊圖樣 其實在冠軍戰前就有球迷期待 奪冠之後更多人敲碗 還有球迷自己批圖模擬改版 這個鈔票更新 這個本來就是各個國家都會做的事情 那如果剛好也遇到台灣鈔票更新 把這些冠軍選手的這個照片 或者影像放上去 我覺得這個是蠻適當的 中職會長樂見鈔票上 印上中華隊藍綠也有共識 也能夠來紀念這個史無前例的球隊 不管是未來的體育部升格 人士的任用能夠重視體育選手 也判中央加碼保障 除了印新鈔、紀念幣 或紀念鈔也是辦法 央行得先取得授權 不過台幣換版資訊體大 印製一張新鈔成本大約落在3到5塊之間 對此央行則表示 有相關意見將謹慎評估 這笑容似乎不是不可行 從賴清德除了有著打算 先前和中華隊視訊時 也說到希望企業界也能夠因為你們傑出表現 世界冠軍 T月新聞 先往瑞富定華 楊佩玉台長報導 請見到